常常使用的廠商 有優惠低電腦 昨天講到設計的意義 如果我們生產某個產品 沒有生產就沒有所謂的固定生產 一旦決定要生產 即使只是生產一個 你也需要有固定產品產生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我們昨天討論到的時候 當xj 等於1的時候 即使它等於1,那yj 一定要等於1 因為它等於1,它一定要等於1 否則的話,這個等式就不成立 可是當它等於0的時候 如果這邊等於0,那這個可以等於0 yj 可以等於0,或者1 但是因為這個目標式是要 取出的z 是0 所以我們的Arcuma手錄的 它就會always chosen choose yj equal to 0,和xj equal to 0 它事實上它會多於選yj等於0的那個圈 它雖然是yj k等於0,或者0 但是因為我們是找幾小子 所以它總是會去找到最小的圈 我們看這個例子看到 假設我們這x1 假設我們生產有6種產品 那對x1跟x2 那我們有這個setup fee 所以說有一個固定成本產生 那我們就在這兩個地方 我們都加了一個y1跟y2 所以只要x1生產的話 那一定會多出一個setup cost 就是兩單位 或者是x2生產的話 那一定也會多一個兩單位的setup cost setup fee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問題呢 就是 它很可能是 大部分的變數呢 都是0101變數 但是可能有少數幾個變數呢 它是整數的 所以 那因為整數的話 它可能是很多嘛 它會從0一直到無窮大都有可能 那01的話就有兩種可能 要麻就0,要麻就1 所以 如果說 大部分的變數都是01變數 那01變數比較好奇啊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有210幾個變數呢 它 它是 一般的整數 是可能知道很大 那這個時候呢 或者 我們可以把 少數的這幾個變數呢 可以把它變成01變數 變成一個binary binary binary就是二元變數 我們把一般的 怎麼樣把那一般 channel integer variable 變成 一個binary的 那 我們就是 假設x是接在0到u之前 那我們可以看看u呢 它是在2的n四方 到2的n加1四方 之間 看看u是在2的n四方 看看u是在 2的n四方 到2的n加1四方 之間 看看u是在 n是等於多少 那i大人之間 那i大人之間 y大人之間 就變成 就是整個變數 這樣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假設呢 x1是點小一點 那2倍x1 加上3倍x2 小於030 所以 對於x1而言呢 它的u是不好 什麼 沒有5 它是 0到u 所以 對這個x1而言呢 u就是 它上界就是5 那可是對x2而言呢 因為這次 3倍x2小於030 偏偏它而言呢 它的上界就是10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 5呢 5是切在 2的幾次方 跟7次方之間 2的 2次方法 跟 2的 3次方法 那 10的話是 2的 3次方 跟 2的 4次方法 所以 這邊是n等於2 所以是n等於3 我們就把它帶到 這個公式進去 帶它這個公式進去 一個是n等於2 一個是n等於2 一個是n等於3 再進去 根據剛剛的公式呢 我們就可以把x1等於y0 加 來 從0一直到1打2 n等於2 那x2呢 就是 我們現在符號 我們已經用了 碰到2頭 所以這次是符號問題 所以我可以 從3開始 y3 兩個y4 加上4倍y5 加上8倍的 就是n等於3四方 y6 把這兩個 帶到這裡面去 來把它化解一下 就會變得比較 雖然是變數變得比較多 就是你看本來是 這兩個變數加成6個變數 但是呢 雖然是6個變數 但是在解割的過程中 會比較容易 因為它都是0過1 不過其他變數都是0過1 只有少數幾個變數 是其他人數 那如果這樣把它化解的話 就可以比較容易計算 我們看這個 這個問題 就是 怎麼樣利用整 這個 整數規劃呢 來做一個 生產海產的問題 假設我們有一個 三個新的產品 大概新的產品要生產 那我們有 可是這家公司 它有些限制 它有些限制的限制 第一個說 EMO2 should be chosen to be produced 就是說 最多這三個裡面 這三種產品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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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O2 should be chosen 這三種產品裡面 我最多只選兩種產品 可以生產 所以我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或者生產其中一個 但是我可以選三個 就是三選二的問題 EMO2 這三種產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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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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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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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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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MAR的Profit 如果說我們沒有這兩個線 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跟我們創佈的問題很像 直接就是 把線值是列電 跟公式是小一點三次 小一點四次 MAXMAR就是 BASE1加7倍數 S3 S1小一點7 S5小一點5 S3小一點9 這兩個 這兩個 第一個問題 是 建國兩個 所以就是 三選而多的 怎麼樣 從三個 就是 K 從 K一個線值是 能選兩個 選兩個 第二個 Either All 我現在有兩個 Who Plan Either This One Or This One Either All 一個是 兩個選一個 一個是三個選兩個 我們可以用 一些變數 來幫助我們 從三個內 去選兩個 再用一個 二元變數去決定 讓我們去決定說 兩個可以去選一個 這樣子 我們先假設 我們先 先不管這些 限制式 我們先 我們先 直接把它的 假設它沒有這些 限制式 我們怎麼去決 這個 這個是說 假設 沒有這兩個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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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去做 那就是 maxima of profit 所以利潤 第一種產品 增長量 成長每一單位 Uniprise是5 第二種產品是7 第三種產品是3 然後 第一間工廠 它的 可用工時 小一點是30 第二間工廠 可用工時 小一點是40 第一種產品 最多 7 59 1 2 5 現在麻煩就是 我們要從 這三種產品裡面 選兩個來生長 那怎麼樣去選兩個 我們可以用二元變數 01變數 對不對 用01來 來 幫助我們從 三個變 選出兩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YC來 好 這個是我們昨天講過的 就是 從那個限制式裡面去選 選 選一個限制式出來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限制式 那 最多選兩個 那如果是 他念我們節目是說 Exactly 2 剛好兩種產品要被選 這三種產品裡面 剛好兩種 那我們這段 就是要等於二了 沒有節目是說 Apple最多兩種產品 所以我們小一點 對 挺多只有兩個 Y1 所以兩個 YC 會等於 最多這兩個 一定會至少有一個 這個是很大電影比 所以 那 你用這個限制式 如果說YC 任何一個YC 電影比例的話 XC 比4B 電影比 所以就是說 YC.0 XC 不是 或是J 所以 這個方法 可以找到 到底要選哪 選哪一個 就是 選 X1 X3 三種三種 到底選哪兩個 最後選哪兩個 第二個問題 E.0 的問題 這個限制式 或這個限制式 那也就是說 這兩個限制式 我可能 一個會用到 這個 或者是那個 其中一個 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就E.0 加上 F乘上Y 加上 F乘上Y 昨天的問題 然後 昨天的 介紹的概念 就是 你後面加一個 Y 如果Y4 是等於E 代表說 這個很大 對 這個數字 右邊數字很大 很大 它代表這個 沒有用 這個限制式 沒有用 沒有用到 這些功能上 那如果說 Y4 等於0 那 就代表說 這邊等於0 這個數字 右邊這個數字很大 這一個限制 這個功能 沒有被用到 所以它的整個 方程式 呢 就是 這個就不要了 這不要了 對 其他的就是 把這兩個限制式 替換成 這兩個限制式 然後再加上 這個 這邊的限制式 這個 可以滿足 什麼的要求 就是 就是 從三個裡面 選兩個 我們就利用這邊 利用這幾個限制式呢 這邊 利用這幾個 用這幾個限制式呢 來限制它 At most 去 可以說 兩個 會被選擇到 那 用這幾個 來滿足 第二個限制式 就是 可能是這個工廠被拿來生長 或者是這個工廠被拿來生長 那其他的都是這樣 目標也是這樣 這也是 這個工廠被爆料 的限制式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說 百合一丁 就是 違反這個 正比原則 就是 我們通常都是講說 我們前面都是 都是假設說 假設我 運送一個 或生產一個呢 是五塊錢 那生產量 一個是十塊 三個就是五塊 他是很正比的 第一是 很正比 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問題 他並不會 其實真正流失也不見 因為你一定是 可能是 剛開始一到 一公斤到五公斤 可能是說 一到五個的時候 可以依照掛錢 可是你 可能越多的時候 就會打折 可能超過 十個以上 打九折 超過二十個以上 打八折 所以他不見的就是正比 這食物上 通常都不是正比 那 這個是 我們 一個公司 他想要去買 一個電視廣告 那 他有三種產品 就是 product 1 2 3 那他想要去買 電視廣告 那 想要買 零個 那當然就 你的 profit 就不會增加 那如果說 你買一個 買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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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第一種產品而言 它的產量 可以增加 一大會 那第二種產品 其實沒有增加 那第三種產品 很奇怪 反而會減少 反而 不知道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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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減少 那如果你買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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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產品 它的 profit 是三 六產品 變成二 那如果你 你買三個 十段 那 所以 第一種產品 呢 是 三 第二種產品 是三 第三種產品 是四 那 我們就立 X1X3 是Number of TBCSpo LK-INSU The perspective product Parse Mont Spar 是0到3 它可能 這 三種產品 我可能 就是 買的 這個 我買的 我告訴人的結果是三 總共是五個醫療團隊 這是我們上次剛才講過的 私圓分配問題 我有五個醫療團隊 這是我們上次剛才講過的問題 我有五個醫療團隊 我現在五個醫療團隊 我要送到壓訊 每一個國家最多就是送三個醫療團隊 我不會五個全部送到國家去 最多就送到三個國家去 我送到第一個 第一個國家的時候 如果送你一個去的話 他當然不會有願意 送一個去 他的被神救了人數是一單位 認定跟福利是非可以嗎 這一次有主要的問題 其實也借用上一張講的動態規劃 來修建 好 我們沒有用動態規劃 我們用整數規劃 來修建 我每次都要告訴我們 我都沒有用動態規劃 你知道他會幫助 我不會讓他報道規劃 小民修建